台中知名餐厅心悦无同 夫妻离婚 太太请求六十个月的赡养费 一千四百七十七万元一案 台中地院宣判 驳回了这项的请求 地院审理之后认为 两造离婚当时 李兴代书以自己跟母亲做证人 但是李妈妈并不知道 她是要当离婚证人 也不是亲自盖章签名的 所以认定两个人的离婚是无效 先生不用付赡养费 不过这个婚姻关系 是不是还有效呢 还要进步的再审理 而最新的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许叶玲来告诉我们 叶玲 台中的知名的餐饮集团 一对温馨的创业夫妻 因为赡养费反目闹上法院 那么最新的台中地院的判决结果出来了 也就是离婚是无效的 换句话说 这一千四百七十七万的赡养费 罗姓前妻已经是拿不到了 那么针对这样的结果 罗姓前妻今天下午 也做了最新的说明以及回应 我们来听一下双方当事人的说法 我想我一定会继续上书下去 我想绝对事情还是能够解决 也许到最后我不知道 最后要打算 他应该还是一样 不会是要我的人 是要我的钱 尊重法院的判决 然后尊重司法这样子 然后没有其他的意见这样子 然后再者是说 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是被动去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对方毫无止境的一直 对我一些法律上的诉讼 我知道被动去面对 好 为什么会离婚无效呢 法官是认为当初离婚的证人有问题 那么当时在九年前 离婚找的证人是一名李姓代叔 以及代叔的母亲八十多岁了 但是代叔的母亲没有亲自建文 也没有亲自盖章签名 所以最后是判决离婚无效 那么现在拿不到赡养费 而且离婚也失去了效力 等于是再次的煎熬 这让这个罗姓前妻相当的不能接受 而且最后也不排除要再上诉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彭内主播